跟李光珠合影是什么体验 来面的能力直测试特辑 大家一找就收到了一封信 上面写着有人在窥视你的名牌 直到进入待机事前要格外小心 这让光珠一脸懵逼 到底是谁要对我不利 反正现在看谁都不是好人 只能小心翼翼 等来到美中院做发型 表面上风平浪静 可等光珠一走进去 这个小喇叭刚才差点就中招 但跑了六年可不是白跑 每个星期都被斯巴打虐一遍 现在这伸手不是一般人能对付得了 但是扑刚的节目主义招不成又出一招 现在光珠身边围着一群人 都等着绿油油的眼睛胡适担担 一个不注意就会阴沟里翻船 特别是后面蓝色衣服那位 伪装都懒得伪装了 眼神就透出几个大字 把你的名牌交出来 两个人看软的不行 那就直接来硬的 小样你今天就算航波喉咙也没人会来救你 好在光珠拼命抵抗宁死不从 才没有王节不保 不过现在怎么出去是个问题 也得来到了咖啡店 但这一次有很多人坐在里面 王都赶紧使出铜墙铁壁滚地式防守 就算粉丝要求合影拍照 那也得按照我的规矩来 靠着360度屋死角防御 终于熬到了今天的目的地 但日房夜房家贼囊房 眼看就要来到待机室 人比人能气死人 作为最弱体的鼻鼠一开始就结束 在停车场被自己的威猜按在地上 名牌在身上还没捂热乎 现在就到了别人手上 现在好不容易熬到了咖啡厅 但看到这些人的眼神都有点不对劲 点了喝的心里暗暗警惕 但却忘了这里谁也不能相信 这些人的眼神都有点不对劲 这些人的眼神都有点不对劲 但这还只是开始 首先我就在换鼓鼓 就这样换鼓鼓鼓 就这样换鼓鼓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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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鼻鼓这一路已经麻木 过程简直敞不忍睹 等大家都来到了任务场地 才发现这扑干的节目组下了大手笔 整个研究所都是高科技 原来今天是第五代最强者竞赛 施力者能获得伦敦旅游券 刚才四名牌是测试大家的瞬间爆发力 结果鼻鼓以优异的成绩 获得了倒数第一 看到排名的顺序 由电底的鼻鼓第一个挑战 这一次是测试大家的集中力 可不用想也知道鼻鼓肯定完蛋 我男一坐上 除了填写表格 对医生的长相一点也没放心上 大家觉得这有点夸张 两个人长得根本不一样 在面前坏一个人 估计一伙就被当面拆床 这时鼻鼠抬起了头 两人拭目相对 当你掀到嘴巴王 鼻子果然鸣不虚幻 竟然对面这样 那也不用多多长长 两人就当着B叔的面子结婚 就这样 钓医是笔换一个人 一上一下换了老药都有点疼 后来干脆笔都懒得掉 反正人家也发现不了 想要杂搞就杂搞 可B叔一如既往的优秀 他的注意力只能集中一点 就算医生换成了一头产品路 在他面前也一样不会被发现 B叔回到了地方 看见大家哈哈大笑 一脸懵逼有点莫名其妙 这次家伙子净有点毛病 医生先生一直变成了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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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sempre会 Pandora 这个反常 inho 没有